加拿大案揭及房屋公司最新的报告指出 上个月全国新屋动工量按月上升5% 不过安省就掉头向下 安省地产业界指 今年新楼盘销售未如理想 地产商对楼市正是抱审慎的态度 加拿大案揭及房屋公司公布上个月 全国新屋动工量较8月份上升 不过好像多伦多等的大城市 今年1至9月建屋数字就未如理想 今年全国有近169,000间新建房屋 较去年同期上升2% 但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 分别下跌20%和19% 满地可就上升15% 当中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 由去年9月的58,000多间 大幅减至上个月只有2万多间 桂湖市新屋动工也由去年9月约1500间 港资上个月只有600多间 不过海明顿新屋动工量就较去年同期超出一倍 此外温沙市新屋动工量飙升 由去年9月只有500间 升至上个月有3700间新动工的楼房 但曾经是楼市新贵的尼亚加拉瀑布区 和Kitchener地区 新屋动工量就显着滑落 安省地产业人士说 近年楼房投资者信心不足 导致新盘销售放缓 发展商也不敢进取建屋 今年开始 所有新的楼盘都慢了下来 对Bilder来说 如果他前期扔了这么多钱 去做宣传 给commission 和律师费或职费那些 到后来 他卖不到75% 他卖不到consultation loan 他就不可以建个项目了 吴树星说 安省一直是新移民首选定居地点 但楼市就不及预期那么好 他认为政府要担当职的角色 刺激楼市 他应该跟建筑商商量一个方法 如何刺激多建一些出租屋 另外楼市就不要这么紧 叶介说 政府推行延长按揭供款期 和按揭优惠等政策 自标不自本 长远是重建楼房投资者 和发展商的信心 才可以增加楼房的供应量 Omly News记者 林月燕报导